它是打工人口中别人家的公司 一年营收高达1800多亿人民币 比海底捞都要疼爱员工 50万都挖不走 星巴克每15个小时就会开一家新店 意味着会提拔一名新店长 每年上万个岗位 有20%的员工都能晋升 他坚信只有照顾好员工才能服务好顾客 不仅给员工的父母子女 对象以及宠物买保险 还能报销健身课程 带薪亲情假的 哪怕只是兼职员工 都能享受各种节日福利和年终奖 自然比同行更能吸引优秀人才 他在中国的25000多名员工 恐怕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待遇 最牛逼的还是咖啡豆股权激利 每个员工都能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只要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员工 都能抵扣10%的薪水 以市场价的85折购买公司股票 每年授予股票价值就高达1.3亿元 这也让他的人才流失率控制在5% 会用激利组合权的企业才能留住人才 你还知道有哪些别人家的公司吗 来吧